一般狗狗出生12个月后就算一岁了 如果是大型犬 在它8、9个月就可以算一岁了 当狗狗出生45天之后 就可以给它接种疫苗 未满一岁的狗狗接种疫苗时 应当连续接种三针 每一针间隔21天 当狗狗年满一岁的时候 后面每一年就给它基种一次加强疫苗 狗狗的生命一般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左右 不同的年龄段的狗狗其饮食要求都不一样 对于老年犬来说 应当注意它的心脏、肾脏、关节性的问题 以及是否有慢性消耗病 当狗狗开始步入老年时 最好每一年都要带去宠物医院 检查 有一些疾病的早期症状 刚开始并不是很典型 所以只能借助相关医疗手段 提前发现、提前治疗